最近,赵露丝和刘雨宁的亲密互动频频登上社交平台,简直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 这种自然的亲密感让网友们纷纷开始热议,难道他们真的要官宣了,究竟是巨宣的需要,还是背后隐藏着更深的关系,快来一起揭秘这对CP的故事。 赵露丝和刘雨宁之间的亲密互动,时常会出现在社交平台上,俩人不仅颜值高,身材好,还很有CP感,最重要的是,俩人之间的互动非常自然,像极了谈恋爱的情侣,于是,有网友开始讨论,巨宣不再统一阵线。 粉丝们打剧宣方式,亲密互动引飞闻,官微还贴心地为大家送上福利,宣传片中,赵露丝拖着刘雨宁下巴,两人亲密互动如情侣,众所周知,官微的宣传方式,一般是按照剧本来,剧本中,互动越亲密,剧情就越精彩,可见,官微此次宣传视频中,亲密的互动,说明剧情的精彩程度,已到必定要亲密互动的程度,亲密互动,引发讨论,两人之间的亲密互动, 一旦过于亲密,就会引发飞闻,一般情况下,如果两人关系不够好,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而选择保持距离。 但在娱乐圈中,总有一些明星之间,关系非常好,会亲密的互动,即使引发了飞闻,也无所谓,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,不会受到飞闻影响,反而还会促进彼此关系的发展。 赵露丝和刘雨宁,显然属于后者,在各大社交平台上,可以看到,赵露丝为剧集《珠莲玉木》不断打call,而随着剧情进入精彩部分,赵露丝与刘雨宁之间的亲密互动,也越来越多。 最初,赵露丝为刘雨宁打call,并在现场大喊刘雨宁名字,当时,刘雨宁身穿白色西装,帅气十足。 而赵露丝身穿清新裙子,少女感爆棚,在这样的情况下,自然会引发大家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关注。 随后,官微发布的新剧预告中,两人亲密的互动,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。 视频中,刘雨宁用手指勾赵露丝下巴,展现出热恋情侣般的亲密感。 在这个视频中,两人之间的亲密程度,已经无法用友谊来解释了。 赵露丝拖着刘雨宁下巴,并深情对视,两人的眼神中,满是柔情密意。 网友纷纷表示,这就是情侣间的亲密动作。 还有网友表示,下意识勾一下手指,就知道是恋爱过的人,也有粉丝表示,这是官宣了吧,不然怎么会有这么亲密的动作。 还有粉丝表示,别激动,这只是剧情需要而已。 虽然说,两人之间的亲密互动,有一定的剧宣效果,但过于亲密,就有点不妥了。 两人单身,颜值高且在娱乐圈中,属于上升期,如果他们真的恋爱了,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。 在娱乐圈中,如今,CP文化盛行,一旦被大家当成情侣,会引发粉丝疯狂追逐,甚至有些粉丝还会对其进行恶意攻击。 还有一些粉丝,会支持偶像与对方在一起,但还是会有大部分粉丝,对两人的恋情持反对态度。 毕竟赵露丝和刘雨宁之间的粉丝,各自都有自己的本命,CP,而两人的恋情,很可能会导致粉丝之间发生矛盾。 再者,如今很多明星,为了避免发生绯闻,会与异性保持距离,即使同框,也不会有太亲密的举动,但赵露丝和刘雨宁,却经常同框,并且亲密互动,让人感觉,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合作关系,还很有可能是情侣关系。 从两人各自的采访中,可以看出,两人之间不仅有很好的合作关系,还有着很深厚的友谊。 在采访中提到赵露丝时,刘雨宁直言,希望她每天都开心下去,因为她太好玩了,并且,在谈及赵露丝时,她还表示,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,她会把自己能给别人帮助都给出来。 可见,赵露丝在刘雨宁心目中的位置,非常重要,而赵露丝对待刘雨宁,也是一种敬佩与欣赏,在某次采访中提到刘雨宁时,赵露丝表示,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, 她唱歌,跳舞都很好,而且演技也很棒,可以看出,赵露丝对刘雨宁也是非常欣赏,并且还从各个方面为其加分,可见两人不仅是好友,还很有默契,友谊加深,有违和感。 赵露丝和刘雨宁之所以能给观众带来一种亲密的感觉,是因为他们之前就有过很多亲密互动。 而且没有任何违和感,记得在某次活动现场中,刘雨宁从背后环抱住赵露丝,当时两人表情都很自然,没有任何做做的感觉,像极了热恋中的情侣。 当时,刘雨宁身穿黑色西装外套,而赵露丝则穿着黑色无袖连衣裙,当她从背后环抱住赵露丝时,她并没有拒绝,而是很配合地转过头去看她。 此外,在微世界大会后,有三组CP上演了现场科CP大戏,其中,人敏与刘雨宁,赵露丝分别站在不同的位置,一左一右围住中间的人敏,当时,人敏先站在右边,将左手伸出,与左边的赵露丝隔空握手,而站在左边的刘雨宁健壮后,也将右手伸出,与右边的人敏隔空握手。 整个过程中,两人并没有任何眼神交流,但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动作,却让无数网友疯狂打靠,这波默契操作,很明显都是好朋友啊。 还有就是身高差带来的视觉冲击,当时在活动现场上,赵露丝与刘雨宁站在一起时,不同于其他女星与男星站在一起时,会给人一种二人没有身高差的感觉。 而当赵露丝与刘雨宁站在一起时,就会因为身高差,而给人一种二人没有身高差的感觉,并且这个身高差带来的视觉冲击,让CP粉直呼太阳眼。 好剧男轩,与热度成正比,不过要说这次剧宣视频中,两人亲密互动,不仅是剧情需要,也是无奈之举,因为朱连玉木这部剧面临着巨大的剧宣压力。 众所周知,一部剧集能否获得良好的口碑和收视率,与多方面有关。 而剧方想要做好这些工作,自然需要付出努力,包括做好剧集宣传工作。 朱连玉木这部剧集,不仅与播出时间相近,还有另一部由同公司制作的剧集《永夜星河》。 如果说前期,朱连玉木有同当期的小巷人家进行竞争,那么后期,朱连玉木可谓是竞争对手众多, 从播出时间开始,就遇到了《永夜星河》这座大山。 自从《永夜星河》开播后,朱连玉木的热度和讨论度都远远比不上前者, 因此剧方也需要想办法提高热度与关注度。 要知道,在电视剧市场中,一部剧集是否火热,不仅与剧情有关,还与主演们的人气有关。 如果主演的人气高,那么这部剧集火起来,也不是难事。 而作为主演的赵露丝与刘宇宁,他们的人气和热度都是非常高的, 因此他们只要做好剧集宣传工作,就一定能让这部剧集获得不错的关注度和口碑。 毕竟,从官微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出,两人的亲密互动引发了众多网友们热议,由此可见。 两人在剧宣上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。 更何况,在剧集宣传过程中,赵露丝和刘宇宁还积极配合官微进行宣传, 如今官微发布新视频,两人又亲密互动,让网友们磕起了膛,让粉丝们欢呼雀跃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官微发布的新宣传片中,两人之间的亲密互动,并不是随意而为, 而是有迹可循,因为在剧情中也有类似场景出现,从剧情预告来看, 朱连玉木主要讲述的是商女与战神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, 而随着剧情的发展,两人之间的感情也会逐渐升温到一定程度。 因此会出现一些亲密举动,就如同官微发布的视频中所展现的一样, 只不过视频中展现出更多情侣间亲密举动, 这些举动在剧中很可能也会出现。 比如,脱下巴、牵手、拥抱、耳鬓撕膜等, 其中脱下巴这个动作,在情侣间是非常常见, 但它也是最能体现情侣间亲密关系的动作, 因此被大家广泛应用。 而且脱下巴这个动作,在男女双方身高差明显的时候, 更容易被大家所注意到, 所以当看到赵露丝拖着刘雨宁下巴时,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,他们是不是情侣, 只在视频中,两人的互动显得更加亲密, 因此不少网友直言,这波堂太过火了。 从官微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出, 两人的互动十分自然, 即使没有任何文案说明,这是宣传片, 但光从视频内容来看, 就像集了一对恋爱中的情侣。 此外,还有不少CP粉表示, 这次宣传片中的亲密互动, 是他们最想要看到最期待看到, 因为从我挑仙君万千去, 再到永夜星河, 再到珠连玉木, 他们一路走来, 很不容易。 要知道, 在这几部戏中, 他们不仅有过亲密接触, 还很有默契, 但可惜的是, 他们一直没有官宣过CP, 所以每次大家想要磕CP, 都需要找一些可以佐证的证据。 这次剧宣视频中的亲密互动, 被大家拿来大力宣传, 因为这是最明显的证据, 也最容易让大家信服, 于是大家开始疯狂打靠。 从官微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出, 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, 从握手、牵手、 到拖下巴、 耳并撕膜等一系列动作, 都体现出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。 并且握手、 牵手等动作, 一般朋友也可以做, 但拖下巴、 耳并撕膜等动作, 就只有情侣才能做, 因为这体现了双方独占对方私有领地的行为, 这种行为, 一般情况下, 是不会随意对朋友做出的。 所以说, 从视频内容来看, 他们之间确实很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, 只不过, 他们没有官宣, 只能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他们是好友关系。 本命, CP, 全网追逐, 要说两人在全网热度最高的时候, 那应该是两人在活动现场上, 当时有不少CP粉兴奋不已, 因为现场又上演了一波大戏。 当时, 在活动现场, 有很多演员与嘉宾, 其中就包括人民, 而作为与刘宇宁合作过的人, 他自然不会错过这次与他同台机会。 就算没有同台机会, 相信人民也会受邀参加活动, 但遗憾的是, 此次活动, 他并没有什么重磅消息发布,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休闲状态, 于是他开始玩起了手机, 就在他玩手机时, 无意间发现。 与他同台的两位演员, 此时正在讨论CP文化, 其中就包括他左边的刘宇宁, 以及右边的赵露丝。 当时, 俩人讨论得十分起劲, 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是公众人物, 于是开始各种夸赞起来对方, 忘乎以至于到抱团取暖, 共同反对路人CP。 人民察觉到两人的讨论声越来越大, 于是他将手机放下, 并开始关注他们的话题, 这一关注, 他瞬间愣住了, 因为他们正在反对路人CP文化,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 就在人民陷入沉思时, 这时他发现, 有一个画面非常明显, 那就是两人在说话时, 不自觉地靠近彼此, 中间仿佛隔着空气似的。 人民见状, 本能地想要往后退一点, 但没想到刚退, 却又踩到了什么东西, 于是他又不得不往前靠近一点, 同时用力捂住自己的肚子, 以免被人发现自己因为害怕而生理反应出来了。 后来, 有细心网友发现, 当天活动结束后, 不少演员以及嘉宾都发文表示感谢, 但人民却没有发文, 于是有人怀疑, 他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, 直到有网友将当天活动现场图发出来, 并细致入微地分析每个人表情变化, 这时人民才知道自己当时表情严肃, 其实是在害怕被人发现自己身上发生生理反应, 于是他想要捂住肚子。 后来, 又有人将活动现场图放大细致入微地分析每个人, 包括人民, 当图放大后, 可以清晰看到, 每个人表情都有所不同, 比如开心, 严肃等, 而人民当时笑得非常僵硬。 但即使这样, 也还是掩盖不住他当时满脸担忧, 他担心的是, 自己喜欢的本命CP, 会因为讨论路人CP而产生裂痕, 于是满脸担忧, 不知道该如何挽回才好, 可惜的是, 无论他怎么担心, 却无法改变两人在路上走得越来越远, 因为随着时间推移, 他们越来越喜欢路人CP, 以至于人民本命CP没能维持多久, 就宣布解散了。 不过话说回来, 此次活动现场中, 两人的表现在无形中, 将CP粉们推向高潮。 因为从他们讨论的话题, 以及不自觉靠近等行为来看, 他们很像一对恋爱中的情侣。 不仅如此, 当天活动结束后,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, 要追这个CP到底, 因为他们实在太有梗了, 因此一时间, 他们又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。 这一次, 他们没有辜负辛劳粉丝的期待, 因为当天活动结束后没多久, 就官宣新剧永夜星河开播消息, 让大家久等了许久, 二部戏缘分, 相识至今, 其实说到底, 此次亲密互动, 其实源于他们之间深厚友谊, 也可以说, 是源于两部戏带来的缘分。 众所周知, 朱连玉木是赵露思继长歌行之后, 再一次出演古装剧, 而此时古装剧男主角, 他已经合作过两部戏, 其中就包括刘雨宁, 说到这里, 相信很多观众都知道, 朱连玉木不仅是刘雨宁首部古装剧, 也是他既我爱你, 之后再一次与赵露思合作。 此外, 还有网友发现, 其实除了朱连玉木和永夜星河, 还有一部剧集, 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, 那就是传家。 在传家中, 赵露思饰演的是女主角, 而男主角是潘岳明, 而作为替补男主角, 就是刘雨宁, 可见他们三人的缘分不一般, 虽说传家没有赵露思和刘雨宁出演, 但其中还是有他们合作过的演员, 如今朱连玉木和永夜星河同日播出, 这让不少老观众十分意外, 因为他们之前没想到, 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合作。 毕竟, 一个刚结束播放, 一个就紧接着开播, 而且还是同时段播出, 可见, 各方势力已经准备好开战了, 更何况, 从前期剧情来看, 永夜星河的剧情发展, 与朱连玉木截然不同, 一个是在现代, 一个是在古代, 因此不会存在剧情雷同的问题, 所以观众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观看, 值得一提的是, 就连播出数据统计结果都显示, 朱连玉木各项数据都不及永夜星河和小巷人家, 由此可见, 朱连玉木热度并没有预期那么高, 但即使这样, 也不能否认, 朱连玉木是一部好剧, 根据预告来看, 这部剧集讲述的是, 商女和战神之间发生的故事, 而随着剧情的发展, 它们之间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, 同时也包括感情问题, 其实光从预告来看, 这部剧就已经能吸引不少观众了, 更何况, 还有颜值高, 演技好的演员加持, 因此相信这部剧集播出后, 一定会吸引不少观众, 再者, 从目前官微发布的视频来看, 它们之间还是很有CP感的, 因此, 未来两人的精彩表现, 也值得大家期待。 此次两人亲密互动, 引发大家关注, 还源于之前曝光出来的视频, 当时, 在活动现场上, 它们两人在谈笑风声, 而旁边站着任敏, 但任敏却仿佛是透明人一样, 全程没啥存在感。 甚至, 有细心网友发现, 当天活动结束后, 它们俩人的手机里, 多了一张铜矿, 合影, 不过遗憾的是, 这张合影并没有流出来, 虽然说合影没流出来, 但根据网友们当时抓拍到的一些画面, 可以看出, 它们合影的时候, 并没有任何做做表情, 很开心, 而且表情也很自然, 很符合朋友间合影气氛。 可惜的是, 这张照片没能流出来, 不然相信会引发不少人的关注, 即使没有流出来, 相信很多粉丝都会珍藏好这份美好回忆。 适度撒糖, 有意无害, 虽然说这次亲密互动会引发绯闻, 但根据以往经验来看, 只要没什么实质性证据, 它们不会避嫌。 其实对于这次亲密互动, 大部分粉丝还是持支持态度, 因为它们一直以来, 都希望本命CP能够官宣恋情, 但遗憾的是, 它们一直没有官宣, 只能靠距离撒糖来满足自己的追逐欲。 这次官微发布视频中, 它们撒糖, 让粉丝们欢呼雀跃, 同时也满足了大家追逐本命CP的权力。 其实从整个视频来看, 两人的互动十分自然, 即使没有文案说明, 这是宣传片, 但光从视频内容来看, 就像集了一对恋爱中的情侣, 并且握手, 牵手等动作, 一般朋友也可以做。 但脱下巴, 耳边撕膜等动作, 就只有情侣才能做, 因为这体现了双方独占对方私有领地的行为, 这种行为, 一般情况下, 是不会随意对朋友做出的。 所以说, 从视频内容来看, 它们之间确实很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, 只不过, 它们没有官宣, 只能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它们是好友关系, 也还有一部分粉丝持反对态度, 因为它们认为, 一人与一人之间, 即使关系再好, 也应该保持适当距离, 因为它们不仅是公众人物, 还有很多路人朋友在关注它们。 尤其是在当今社会, 人们对明星绯闻热议度非常高, 要知道, 一旦引起路人关注, 会对明星造成一定压力, 同时也会影响到聚集口碑, 更何况, 如今很多明星, 为了避免发生非闻, 会与异性保持距离, 即使同框, 也不会有太亲密举动, 以免引起不必要麻烦, 因此, 一些持反对态度粉丝认为, 它们应该遵守娱乐圈这一潜规则, 即使私底下关系很好, 也应该保持适当距离, 以免给彼此带来麻烦。 还有一些粉丝表示支持, 因为它们认为, 无论怎样, 它们都是单身, 而且如果真的喜欢对方, 希望能够在一起, 还有粉丝表示支持本命CP, 因为本命CP本身就很好磕, 而且从一开始就希望它们能够官宣恋情, 所以看到它们撒糖, 自然开心不已。 感谢观看